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前米酒缺货的时候 我也曾经做一个海报 那个海报是什么呢 米酒好 老酒更好 其实在马祖 我们没有吃麻油鸡 工女坐月子的时候 她不是吃麻油鸡 她是吃老酒鸡 酒糟鸡 那个是老酒作为料理 我们煮煎蛋的时候 也是倒老酒 所以说特别是部长福州人 都知道我们福州太州 愿糟 愿酒 愿老酒 入味 所以说很少愿真流的米酒 特别是台湾去的米酒 所以说米酒台湾当时缺货 马祖不缺 所以我特别做了这样子一个海报 也打了这个广告 习性不一样 但是你看看 现在米酒降到2.5 每公升是2块5 等于如果是20度以下 等于差不多只有50块钱 0.6公升只有30块钱 但我们的老酒呢 老酒现在蒸的那个 我们原来老酒在马祖 大概只卖50块钱左右 现在光老酒一瓶 0.6公升的 你知道要蒸多少税 每一度7块钱 每一度7块钱 我们是13到14度 要蒸98块钱 比我们原来酒 卖酒的所有价钱 14英九税前 所有价钱 现在几乎 我们现在卖的价钱 不到200块钱 所以英九税就涨 就涨了一半 没有大概670块了 因为还0.6公升嘛 没有 现在我们那个0.6公升 我们现在那个英九税是 一公升是 你说一瓶 我们一公升 我们是0.6公升 0.6公升 我们是一公升 现在就是98块钱 所以说我认为 就是说像老酒 甚至于我们黄酒 甚至于我们绍兴酒 这个税率啊 我认为都不合 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 一个税率 它会有个均衡性的问题 不是均衡性的问题 我认为说 这个整体上 有价钱 像法国也许 它那个好酒 有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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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所争的 也是好 如果以7块钱 0.6 对 那个大概都在15度以下吧 所以说差不多都六七十块 只有六七十块钱 没有错 卖一个一万块钱 一瓶 一瓶酒卖一万块钱的 它增六十块钱 我们卖一百五十块钱的 增六十块 所以说这个部分啊 我认为是说 这个公平性 有待我们 那个部长 对 所以在原来的设计的架构上 就有考虑这些问题 影响我们整体的老酒销售量 从此我们现在有马英九总统啊 作为我们马酒 马祖老酒的代言人啊 帮我们全力推销 甚至于现在老酒 一年两万公斤销售 两万公斤都不到 总统大概占 会占二十分之一 那当时仍然受到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当地 当地这个部分 我认为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在当 在马祖 这个地方 做福州菜 福州菜系为主的 这个部分 作为料理酒 归纳为当地做料理酒的 这个方式处理 不晓得不达 料理酒的定义 跟委员报告一下 根据这个相关的规范 料理酒的定义 它是有加盐的 要至少加零点五度 以我们目前 研酒碎法的规定 是加零点五度的盐 才称为料理酒 那另外就是 我们金马一直想推动 经贸特区 不是行政的行政特区 很多人主张金马 推行政特区 我是起起以为不可 认为它在宪法上 是没有保障的 要想修宪 完成金马的特别行政区 这是有相当的困难度 但是经贸特区 却可以透过我们修法的这个方式 特别是像离岛建设条例 我们第十条这个免税这样规定 我们本来就当时的 修当时立法的本意 就是在当地销售的 应该含货物税 含烟酒税 含光税等 都应该是在采取免税的这个方式 而不能转运 只有在当地销售 所以我们现在财政部才有一个 在当地说 你从马祖出口的 你要受免税商店 这个量的限制 如果他没有请从大陆进来免税 免税的这个东西 你从马祖出去的 你为什么要限定一个 限定一个免税这个数量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想法观念 跟我们马祖地区有很大的落差 你如果说马祖地区都不能进口免税品 免税货物 那所需要管制的 应该不是在机场 应该是在路径 那个大陆到马祖 这个你说有一定的期待 一定的免税品 这个限制 你从马祖出去的 你怎么可以在机场也限定说 我期待的 要说要一占免税品的这个范围之类 这个部分啊 跟我们当初立法的是有落差的 如果我个人这样子想说 我们推动当地成为经贸的免税特区 未来在当地销售 包含我们老酒 民众认为说 这是料理酒也好啊 或者或者是就是算一般酿造酒好了 他在当地这个免税采取免税这个方式啊 也可以获得那个这样子补救的措施 部长您的看法如何 当然就我的了解呢 离岛条例有些特殊的规定 优惠的规定 带多少的烟 带多少的酒 它是有一定的限额 那这是国际的一个体力啊 那你国际的体力你是在哪里管制 你应该是在港口管制啊 或者路径的机场管制啊 但是你现在是我们出境的机场啊 我们到台湾的这个机场管制啊 我们并没有大陆路径的或者其他国外路径台湾的机场啊 这因为你原来就已经免了嘛 将来出去再没有一个合理的规范的话 那整个这个货物的流通 对整个这个营业体系就受到影响了 营业税有管制 营业税有免 那5%的营业税免 但是那个携带的物品跟营业税这个部分没关啊 因为我们整个税制三大税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你的管制 你是管制是大陆免税平的进行 因为总是一个合理公平的进行 所以我是认为 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部分我们还要持续的 当然了 整个经贸特区本身的定位 特别是大陆平堂 就是在我们的对面 那部长也非常清楚 他要成立这个特区 未来一定会牵动我们马祖的这个发展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政府对马祖这个区块 不要说落后于平堂的规划 应该是要积极地走在这个之前 不然的话马祖势必被边缘化 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 希望部长协助帮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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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